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Benny大百科 最近講故中 中字頭的股越升越有 很多都創了週年新高 其實今次炒中字頭的股 是因為炒中國特色的 股值體系相關股 那什麼是中國特色的股值體系股呢? 在2022年底 中國證監主席 亦回滿提出 探索建立中國特色的股值體系 希望央企及國企的股值正常化 當時提出 港股之中8倍PE 以下的國企及央企 都是很划算買的 在2023年初 國務院發佈國資委 提及了新一輪 深化國企及央企的改價方案 一方面要建設世界一流的 國企及央企改價轉型 另外一方面 在自主可控領域 能源領域及金融領域 打造一批國企及央企 成為國家的戰略重點 其實國企是中國的 國民經濟重要支柱 承擔了大量的國家戰略和社會責任 這些國企及央企有什麼特點呢? 其實上市的國企及央企的盈利能力 比民企更加穩健 ROE及股息率長期領先 具備長期的投資價值 還有一點 在港股的央企及國企內 上面AH差價是很大的 這樣買H股就好處很多 例如中國移動 H股股息率有6厘 A股只有4厘以下 對於內地基金來說 買入H股收息就更加好處 不過這些國企及央企 在香港的關注度比較低 亦造成股值低迷的其中一個原因 現在提出中國特色的股值體系 就是希望多些北水去留意它們 最後由於股息率夠高 備受保險等機構的關注 而養老基金都會長線入市 最後一點 中美關係緊張 很多外資都沽出了央企及國企的股票 現時國際基金 持貨量只有10%左右 接貨的大多數都是中國基金和資本 這樣南向資金買入這堆股票 符合國家政策 而且沒有什麼國際基金持貨 炒上的動機十足 大家記得留意 股值低而股息高的中字頭股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我們的Facebook、YouTube和IG